明天就是重要的选举日 这个这几个月来 不管你有没有想到什么 总统大选行情什么的 不大不用管他了 就等明天了 选举完之后 不管是利多续涨还是利空 也会利空出金 怎么样的选股逻辑 这是一个很大的分界点 总统大选什么股票 会变成一时之选 我们会在我们的影音当中 帮大家录好 注意哦 一定要去投票 一定要去投票 选股交给我 加入我的免费的会员影音 我们一定要看我的台股新攻略